今天虽然是周末 但是我也挺忙的 你看我嗓子都哑了 今天又挂了点事 东好西颠的 我当时选房的时候 就选我前面是有别墅区 还有小高层 因为我这个层数高 我后排有高层 我这栋楼的后面全都是高层 我这是在前面的第一排 我为什么选这个的 因为它视线好 能忘得出去 因为我站的高 前面没有高的建筑 就挡着我 我可以逛出去 这个心胸会开阔一些 我是选择这样的地段 我以前说过一话 一览众山小 是因为我这个楼层高 下面有十八层 都在我下面 还有别墅区 我这里属于外华了 后面全都是高层 又比我这还高的 这个地方哪都成熟 哪哪都成熟 就是租房子也特别好租 我要想把我这房子租的话 我随时 我当天都能租出去 但是我舍不得租 我现在看到这个房子 我自己怎么说呢 我现在自己这个状态 就是因为我最近赚钱赚的少 再加上我现在还不像以前了 这个钱不是每个月都能提到钱的 这个现实问题 搞得我现在生活紧紧巴巴的 看到这个房子 看到还没装修 我也着急 我也现在也在看着别人家 这种房型是怎么装修的 我也在参考 礼拜六礼拜天 一般家都休息了 还能看一看 看完之后心里有点树 以后自己装修的时候 知道怎么弄更好一点 把这空间都充分的利用起来 我说了 我闲着房子小 高层得房率低 再加上自己就喜欢空间大了 我现在一闭眼睛 我就想到最好是300多平米的 有个很大的一个衣帽肩 女的 你别看我每天就穿几件特衣 其实我衣服挺多的 都压箱顶了 我都把它挂起来 这要一挂的话得屈多大面积 春夏秋冬 各种各样的配饰啥的鞋子 衣服裙子 哎呀 想想这房子真的太小了 不过我也就这点能力了 我还重复说一遍 有朋友就觉得 你在上海买个房子 好像是牛逼了 别人看我就不顺眼了 就说我这说我哪 我说完这话我都恶心了 我还是说这个数据 上海长途人口是2487万 有70%的人都有个人的房产 就70%的人他有自己的房子 我这我都多大了 你看我这老大不小了 就算我就买一个 能怎么样 都很经常的事 当你们说话 把我说的 好像我高调 然后我炫 怎么样的 我自己都恶心 我骗你们我畜生 听了这话 我都恶心 想痛 哎呀 多平常多普通的 而且我觉得我是属于社会 中底层 不能说底层 我都觉得我是中底层的人 我自己都没自信 我都想买个大一点的 我都买不起 我都觉得这个房间小 那房间小到 我又没有能力 我不能为力 我就这点能力了 我都觉得我自己挺丢人的 哎呀 你们还把我整成这样那样的 说的那样的那样子 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心理 我去 哎呀 都想抱个出口 哎呀 就是你们自己要是不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别人做到的话 你得把别人踩死 我屁的不是 到现在我一看到这房子 我就觉得我他妈真穷啊 我连装修都装不了 我就是这样的心理 而且我还挺着急赚钱 又赚不到钱 哎呀 着急也没有用 你还得按部就班的 该干啥干啥 务实一点 你有能力赚一块钱 你就别想着 你赚不到十块钱 十块钱超出你能力 半分之内 你就不要想那些事了 人啊 现实一点 真实一点 我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 你可以去看看上海的数据 可以看看北京的数据 看看各大城市的数据 人家他妈的 我眼前全是别墅 人家那别墅都扣子都不住 都放在那 有的买了别墅都放了 有一些没装修的 就说 就是说买完都没住 人家都是有钱人 买完都不住 就放这空子 有一些在别墅里开公司的 我眼前就是这些东西 我看到人家那别墅区 家里就住的老人了 都不过来住 就发现我屁股的事 我没有能力说弄一个房子 让我父母来住 然后我平时都不回来 所以说我们人和人 不要用你自己的思想来去考虑别人 我也不要用我自己的思想来考虑别人 因为人家有这个能力 那个别墅区的 我啥都没有 我得务实一点 我把自己的事情弄好了就行了 该着急着急 该上火上火 你钱赚不到自己努力 能赚一毛是一毛 能赚一块是一块 就凭自己的本事和能力 你该咋样就咋样了 我无怨无悔 我也不会说后高骛远的 我也不会说看别人日子比我过得好 我就羡慕嫉妒恨 跟我屁关系 我的能力只能让我过得现在这样子 所以说你们的心态一定要摆正傲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想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不要拿你的思想造谣 看了我不顺眼就开始 就鄙视我 多平常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到你这边就变成不可思议的了 把你的思想摆摆正了 我开始操心我自己的事 我一会还得那个啥呢 还有别的事要那啥呢 天也快黑了 我就简单的过来看看 然后南北窗子我也关上一会 挂上侧后省得惊灰尘 我发现了高层有个缺点 也不知道是因为没装修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高层的噪音反而更大一些 就是很远很远地方的车子声音 传播过来 还有飞机的声音 我就听到飞机声音好大 我就没看到飞机在哪 就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是高层的原因 还是我们一桩修的原因 反正现在说话也是带回音的 有点热了 但是上海的热跟我家乡的热 那时候热还不一样 比我家乡要容易接受一些 晚上想晚饭有没有凿落了 我就不给你们说了 朋友们这个视频是我水口捏来的 当然了 这个里面带了点情绪 大家伙也不必介意 真的是被那些无聊的人给烦到了 没气 不需要生气 就是挺烦的 这这么多无聊的人 所以说 我的情绪 我不想 我不想把我的情绪带给你们 只有个别的神经病 咱不理他们就是了 大家伙别介意 这没办法 我一到上海 他们就这样 但是我还是本着我自己的原则 工作归工作 生活归生活 自媒体自媒体 他们永远不会混在一起的 因为我不会用自媒体这个平台 让我的工作 说我工作那边用的自媒体 用不到 我不是卖那些小商品啥的东西 靠自媒体做个宣传啥的 还有点什么 卖个啥东西 还有点用什么的 不达尬的事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互相干的 我也不会因为自媒体 影响到我其他的事情 人要有自己的生活氛围 还有个人生活空间 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活 玩归玩 说一句难听的话 我五天不发任何视频 也不跟大伙子打招呼的话 大家伙就习惯了 就没人看我 正常 就是说互相理解一下 行了 我得回去了 看到了 这边全是欧城 比我这楼够多了 我可以打招呼 我跟大伙子打招呼 好 一会儿 这边